大家好,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,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新一季这就是街舞开路 女队长刘雨昕就位 王一博跳开场舞 这就是嘻哈舞,开播 新金奖娱乐观察家发现这一季的节目很受欢迎 刘雨昕成为第一位女队长 网友们也纷纷公布了王一博跳开场舞的消息 第一个问题 刘雨昕作为女队长有多强 新金奖娱乐观察家都知道 刘雨昕一直是歌舞高手 毕业于天津体育学院体育文化艺术学院 刘雨昕舞姿整洁专业 用硬实力打破别人对她的偏见 https-wwwdropboxcoms5qlvtqwmnkfyp3x3.pngdl等于0 这就是嘻哈第五季才出现了第一位女队长 足以说明刘雨昕的实力 我学到了一点刘雨昕最强的技能是popin的词外 她还擅长crump hiphop jazz urban dance swag 以及locking house和wacking这样的女孩子真的不多 第二个问题 王一博回归能给我们什么惊喜 https-wwwdropboxcoms5qlvtqwmnkfyp3x3.pngdl等于0 这就是街舞舞终于正式开始录制了 目前刘雨昕 韩庚和王一博三位队长已经抵达录制现场 王一博老师可是 这就是街舞系列的老朋友了 他带的学员获得过冠军 也展现出不俗的实力 这次为了录制节目 王一博也是专门拿出不少时间练习舞蹈 https-wwwdropboxcoms5qlvtqwmnkfyp3x3.pngdl等于0 这一季的节目 没有安排观众席位 大家看到王一博炸裂现场的机会少了很多 不过据现场网友爆料 王一博这次录制了开场舞蹈 气氛很好 王一博是典型的99%的努力 又加上了那最关键的1%的天赋 这次王一博还能解锁哪些舞蹈 我们拭目以待